大家好,我是资深营销经理张艺金 很荣幸今天又有机会和大家见面 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爱多美的公司介绍 爱多美从4月1号起 中国可以正式注册会员了 到今天,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突破了300万会员 爱多美中国的进出 意味着爱多美正式走进了全球化的商业平台 那么怎样的一个经营模式吸引了这么多的消费者呢 首先通过一部短篇来了解一下 平台是人、物品、信息进行互联的枢纽 平台将服务、信息进行共享互联后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现在,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慢慢依托于平台来实现 企业只有打造属于自己的平台才能生存下去 平台产业里只有核心企业才可以独占市场 是胜者为王的时代 若想成为这个时代的胜者 就必须拥有自己的平台 不只核心企业独享利益 而是大家都可以成为平台的主人 爱多美为了实现顾客成功的经营目标 开启了个人平台时代 实现共赢 迎来中国市场新的篇章 截止到2020年4月 爱多美是一家在全球拥有15家公司 及超过千万会员的产品流通企业 爱多美自2009年创立以来 一直持续不断地高速成长 超越顾客的感动 以顾客成功为目标的企业 爱多美致力于成为全球产品流通的枢纽 GSGS全球采购全球销售 通过爱多美的流通枢纽 可以体验到爱多美在全球甄选的 优品良价的产品 在中国所开发的优品 也可以通过爱多美的流通枢纽 提供给全球消费者 爱多美中国公司 也将成为全球流通枢纽的中心 带动全球GSGS战略的发展 我们的经营目标中的一项 我们的经营目标中的一项 不同 爱多美只销售自主品牌的产品 所以品质更有保障 价格更有竞争力 更受消费者喜爱 不论你是否拥有个人资本或者能力 都有机会在爱多美平台获得成功 爱多美完善的成功系统 可以为更多经营者提供支持和帮助 公司不提倡经营者之间的竞争 爱多美坚持齐心合力 共同成长的文化 这就是我们与众不同的事业平台 爱多美取得今天的成就 一步开从创业初期 就一直在坚守的原则中心文化 我们向消费者承诺 在所有的经营活动中都会遵守原则 现在就可以通过爱多美的优品 及成功系统 来开启属于您的个人平台事业 实现您的人生梦想 全球超音游企业爱多美 将助力您开启个人平台事业的新篇章 为了各位的成功 我们将努力成为您坚实的同行者 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这个短篇 大家已经了解到了 爱多美的全新的一个经营方式 请不吝点赞 启属于您的一边 暂时 再决订阅 暂时 准备了一边 那麽,那麽那麽說了嗎? 開始 自2009年創立以來,愛多美以會員制的方式 銷售優品良價的大衆精品 那全球的這個會員數呢,已經突破了1000萬 我們朴漢基會長,曾經在90年代初 創辦了在韓國個人的網絡銷售平台 叫iamkorea.com 但是當時呢,因為網絡還沒有普及 所以並沒有獲得成功 但是朴漢基會長一直堅信 未來的經濟趨勢 一定是電商平台 因此,在2009年 創辦了愛多美注視會社 那愛多美銷售平台呢,在韓國分兩個平台 那第一個就是自主品牌的網上商城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幻力銷 還有我們的艾斯洛特 真言系列等這些主打產品 那這些產品呢,都是在這個商城 可以購買到 那我們第二個呢,是社會化大眾品牌的網上商城 那這裡呢,銷售的產品 並不是貼著愛多美標籤的產品 但是呢,普遍的 大眾都比較青睞的產品 都會上架到這個網上商城 比如有電視啊,還有衣服啊 還有應用產品等等 應有盡有 現在也不斷地擴充產品的種類 那這些呢,都是通過在線上購物的方式 進行銷售的 那愛多美的中國 也是會員制的電商平台 那如果說我們的產品是硬件 那公司的軟件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文化 那我們愛多美公司有三大文化 第一條就是原則中心的文化 那這個企業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想成功 一定要有一個成功的一個系統 那這個成功系統 再加上我們的GSGS戰略 大眾精品戰略 那把這個三個核心呢 有機的結合起來 成為一個超鏈接的 一個流通枢紐 那我們愛多美 在全球的所有的流通呢 通過愛多美來進行 那我們每一個人呢 每一位經營者 經銷商都是一個個人的一個平台 那我們愛多美 在海外的業績 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進入了美國、日本、加拿大等 非常發達的國家 相近呢 有台灣也有新加坡 還有柬埔寨、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等 東南亞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那我們今年 走進我們中國 還有香港 那一共有全世界15個國家和地區呢 愛多美都已經走進去了 那我們接下來 還有越南、印度、土耳其、英國等等等等 還有很多的國家 等待著我們愛多美的進軍 那我們通過我們每一個平台呢 個人的平台 將物美廉價的這個產品 銷售給全世界 那消費者呢 消費者的成功是什麽 優品、良價的產品 我買到了 就是賺到了 那我們經營者呢 可以通過愛多美的這樣的一個銷售平台呢 可以得到收入 也是一個成功 那我們在中國 普遍 我們經常利用的銷售平台 都有哪些呢 超市 還有大型超市 百貨商城 還有電視購物 等等這些傳統的一個銷售平台 那我們最近呢 還有新興的銷售平台 就是網絡直銷 微信直銷 還有社交電商 那這個各個都有自己 有利有弊 那首先 那首先 我們的傳統 銷售平台呢 產品種類非常的多 數量也非常的多 但是呢 競爭是非常的激烈 還有就是我們 提供者 提供者和我們的這個消費者 是一個軟連接 是一個軟連接 那指的是什麼呢 我們有需要去買東西 買完東西 我們就結束了這個交易 那這個就是 僅是銷售與被銷售的關係 結束了 那我們看看微信直銷 那這個微信直銷呢 有區域的限制 還有產品種類的限制 有各種各樣的限制 那影響我們的 一個推廣 那我們這個社交電商呢 雖然非常的便捷 方便 而且既沒有投資挺好 但是呢 現在不斷的 有變相收取費用的 加入費 還有加盟費 也就是說 本身加入是不需要費用 但是我要做事業 就要去購買規定的產品 或者是購買一定金額的產品 那我們愛多美 採用的就是經銷商模式 那這個經銷商模式 在中國也是非常常見的一個 最普遍的一個經銷商 那我們呢 需要 第一條就是合法性 那事業一定要是合法的 所以我們要先去辦理營業執照 那我們通過這個合理合法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的行為呢 可以得到國家的鼓勵和支持 還有政府的 這些維護 那我們這個便利的條件 是什麼呢 投資少 風險低 那比如說 我們要想開一家店鋪 那我們就要有一個租賃的費用 如果想雇人 那我們就要有 雇人的這個費用 那我們這些水電 都是沒有辦法忽視的 這些全都是支出 那我們通過這個經銷商模式呢 因為國家是鼓勵和提倡的 所以我們可以 把自己的家 作為一個經營場所 那還有 我們 為什麼要用這個經銷商的模式呢 一定有它的優勢 那首先 我們愛多美的經銷商呢 有這個三個優勢 事業非常的好 我也看到了前景 但是我不知道 我能不能在愛多美這裡成功 那愛多美呢 是不需要學歷 還有能力 還有資歷 也就是說 讓我們這些平凡的人 讓我們這些一般的人 可以成功的一個工具 那授權推廣 也不需要任何的費用 如果有費用再好的平台 大家可能都想去開始的時候呢 都會存留一點這個擔心 害怕 因為怕損失 但是愛多美呢 不需要去有資金的投入 所以說大家可以安心的去 開始我們的事業 開展我們的事業 那第三呢 就是沒有維持的費用 也沒有銷量和業績的這種壓力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的這個平台呢 因為有這個業績的壓力 所以大家做起事業來呢 就感覺非常的吃力 這個壓力我們也受不了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堅持到最後 所以讓我們這些平凡人 可以再成功的這個工具呢 我覺得目前只有愛多美了 那我們現在註冊的這個消費者會員裡呢 有很多人可能都想申請經銷商會員 那我們消費者會員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來看 顧名思義 消費 單純的是在我們的購物平台上 去購買我所需要的產品 那我們經銷商呢 我首先使用產品 我感覺好 我分享給周邊 朋友 親人 從中我獲得收入 這個就是我們的經銷商 那我們經銷商的這個條件呢 有三個 第一個 就是要成為我們愛多美的忠實 忠實的粉絲 忠實的消費者 那如果說 我用了愛多美的產品 但是我並沒有得到感動 那我勸您還是不要做愛多美事業 因為這樣 做起事業來也沒有辦法成功 因為人都有良心 違背良心的事情是沒有辦法長久的 那我們第二個呢 就是充分了解產品的特性和知識 如果我用了這個產品非常好 我想推廣給我的親戚朋友 那我一定要對這個產品 有深入的了解之後 正確地傳達我們產品的信息 那第三呢 就是了解客戶的需求 這樣我們才可以提供更周到的服務 如果客户需要什麼 那需要化妝品的人 你一直給他分享我們保健品 也許我們的事業就是這樣 就慢慢感覺 哦 是哪裡出現的問題呢 所以一定要了解客戶 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在傳達我們愛多美的 優品良價的這個產品之外呢 我們做經銷商的 更要傳達我們愛多美的文化 那這樣才可以讓我們的企業 可以持續百年 成為百年的企業 那我們作為經銷商 首先 要維護消費者的利益 這是第一條 那我們作為愛多美的這個公司呢 那公司要維護 合法經營的我們的經銷商 那這樣才可以良性循環 那本著原則中心呢 以顧客為中心的這個經營宗旨 是永遠不變的 那我們在中國 雖然有很多的誘惑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遵計守法 一定要合法的經營 那我們最常見的就是誇大宣傳 不誇大產品的功效 也不要誇大公司的實力 那在這裡我們就比較敏感的字眼呢 盡量不要去使用 比如說有治療的作用啊 抗癌什麼這樣的詞語呢 盡量不要去使用 那這個公司的實力呢 比如說頂級的 第一的 絕對的等等 更不要把自己的收入 都拿出來 去炫富等等 這些行為呢 都是違背中國法律的 那還有就是不私自招募會員 不擅自舉辦會議 那我們愛多美呢 都是由消費者來組合起來的 那我們一定要有一個自願的 這樣的一個消費者群體 並不是我們強加於消費者來 強制性的購買 這樣是沒有辦法長久 那我們不能擅自召開會議 是什麼呢 公司有公司的成功系統 那公司的成功系統呢 就是我們走向成功的捷徑 那擅自開這種會議呢 也就是說擅自去製作 一個這樣的系統 那這樣一來 可能您和成功越走越遠 背道而馳 那我們經常說這句話 不忘初心 那我們愛多美的初心是什麼呢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社訊 朴漢吉會長也是一直堅守著 這個社訊經營過來 走過這十年 真愛靈魂 不要把對方當作我們成功的一個手段 經營夢想 我們一定要堅持自己的想法 去創造自己的未來 那堅定信念呢 信念會長說過 是相信看不到的 那謙卑服務是什麼 人的最高境界 是超越了金錢的享受 是得到了尊敬和尊重 才是最高的境界 那我們在愛多美 那我們在愛多美獲得了成功 也有了非常大的收入 但是呢 一定要不要忘記 謙卑服務 如果沒有得到尊敬的話 我想再多的金錢也滿足不了 愛多美 愛多美已經走過十年 我們繼續向前走 還有一百年 那愛多美想成為百年企業 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共同的維護 一定要在原則中心的基礎上 去經營我們愛多美的事業 那我們中國馬上就要往上商城 就要開業了 我想大家也非常期待往上商城 我也是和大家一樣 那我希望在中國市場上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共同去維護 良好的社會環境 良好的經營環境 我希望我和大家呢 可以在愛多美的平台上 每一個人都實現自己的夢想 實現家人的夢想 過上均衡的生活 中國馬上就要起行了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 攜手走向成功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